近来许多民众开始会吃温补药膳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食材 都是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西北市立联合医院三重院区 特别教大家做检疫的养生茶包 是比较适合一般民众服用的 相信这一阵子有不少的民众 开始吃温补药膳 不过如果身体有些状况 例如感冒 失眠等问题 就不适合吃温补药膳 建议可以事先征询医师 有一句鼠宴讲说 这个立冬补冬补嘴空 那其实在我们进补的时候 都要特别注意说 比较照热体质的一些患者的话 他比较不能使用这些 比较温补的这些药材 那我这边所提供的这些药材来讲的话 都是属于中医里面 比较属于平性的这些药材 西北市立联合医院三重院区 日前举办活动 教导民众自己制作检疫的 健康养生茶包 里面包含的红枣 黄芪 橙皮等 日常饮用也很适合 那其中来讲的话枸杞 它有一些补阴的这些效果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眼睛的一个部分 像是眼睛比较干涩的一些患者 它其实吃枸杞的话 是有帮忙的 那黄芪来讲的话 它在中医里面 是属于补气的这个药材 那一些比较疲倦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 它也是可以使用黄芪这个药材 来帮忙改善它疲倦的一些状况 橙皮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我们中医的这个底气药 那它最常见像是一些 比较容易腹脏的一些患者的话 它可以使用橙皮来帮忙 这个我们改善腹脏的一些情形 最后面红枣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比较 也是属于比较补养的这些药材 那它主要的话就是 有一些补心的这些效果 当我们这个比较容易失眠 比较容易健忘的话 都可以使用红枣来帮忙 我们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善 提醒大家冬季养生 除了美味食材进补之外 其实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非常重要 记得要充足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 都有利于阳气潜藏 记者方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